屠山景以前白玉无瑕,四世家六大士的子弟无意能出其右,可是多年前他突然失踪,等回来后,屠山景不但性格大变,还身受重伤,一条腿有了暗急,双手也在俯不出精妙的琴音,一个曾经那么完美的人从高处跌落,白玉蒙尘,还不可怜吗? 这是陈荣新月在小妖面前夸赞以前屠山景的话,小妖从未见过真正的屠山景,屠山景留给她的印象,只是如同夜时期那般温和善良,却不知,曾经的她,多么耀眼闪亮,屠山景的出场,便是她最惨时候的样子 她被哥哥屠山喉风了伶俐,实以酷刑,身上的伤秘密麻麻道看不出本来面目,文小六用了六年多的时间才让她大致恢复,但一条腿却落下了暗急 观众看到的只是青秋公子受伤后从高处跌落的可怜,殊不知,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她也正遭受着最无耻的背叛和算计 屠山市是大荒内赫赫有名的四世家之一,屠山景是屠山市未来的族长 对于屠山景的婚事,屠山夫人是精挑细选,最后选中了防风市的小姐防风依应 大荒内几乎人人皆知青秋公子和防风依应的婚约,却没人知道 防风依应的心却根本不在屠山景身上,而是跟她的大哥屠山喉暗通款取 屠山景回来后,一直试图修复她跟屠山喉的关系 每每跟赤水风龙他们外出游玩,都要叫上屠山喉,而有屠山喉的地方 几乎必有防风依应 屠山喉和防风依应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找各种机会单独相处 屠山喉找到一块世间罕见的于丹红,也不必会地送给防风依应 防风依应更是借打猎之名,把屠山景一个人扔下,去跟屠山喉私混到很晚 防风依应多次表示自己受够了与屠山景虚于尾仪 明里暗里受益,屠山喉除掉屠山景 防风依应当初因为一个误会,对屠山喉动了心 我曾非常不解,为什么仅凭着一面之缘就能让她对屠山喉情根深重 直到听到陈荣新月夸赞屠山景的那番话之后 我才明白了,原来防风依应根本不爱屠山喉 如陈荣新月那般的女子,都对当年的青秋公子有着那么高的赞誉 防风依应又怎么会只凭着一个称呼就把屠山喉误认作屠山景 退一步讲,就算她是真的认错了人,但真相大白之时 也不可能明知道这个人设计陷害了她那么优秀的未婚夫 还对她许以深情,更何况当时的屠山喉还有了家事 中原氏族,以实力高低被分为四氏家六大氏 防风氏虽是六大氏之一,但跟四氏家之首的屠山氏相比 实力称得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防风依应跟屠山景的婚约,虽是家族联姻 但青秋公子早已美名远扬,大荒内的女子都是她为自己心中的如意郎君 无论是从家族利益还是个人条件来看 这桩婚事,都是防风依应撞了大运才捡来的 然而即将完婚之时,屠山景却突然失踪 防风依应不甘心眼看到守的大好姻缘不翼而非 主动提出留在屠山家 此时她心里已经有了一副算盘 就算她嫁不了屠山景,也绝不放弃屠山家的实力和族长夫人的位置 屠山家人盯不忘,屠山景只有一个哥哥屠山侯 防风依应嫁不了屠山景 那么她想成为族长夫人,贴上屠山侯也就成了必选之路 一开始以为,防风依应和屠山侯的苟且 只是因为屠山侯想要报复屠山景 想抢走她的一切,却不曾想 防风依应的算盘,打得一点都不比屠山侯差 防风依应看似对屠山侯情深款款 甘心为了她多年无名无分留在屠山家 实际上她是在下一盘大棋 屠山侯只不过是她退而求其次的一枚棋子 若是屠山景还在 就算她跟屠山侯有十个误会 她都不可能选择她 防风依应其实谁都不爱 她爱的只有屠山家的实力和屠山族长夫人的位置 倘若防风依应想要的只是屠山家能给她的利益 事情倒也没有那么复杂 但人的欲望往往是会膨胀的 得到了一样,还会想要另一样 屠山景回来后 防风依应本可以趁着她和屠山侯的丑事无人知晓 再重续跟屠山景的姻缘 以她这么多年在屠山家的经营 仗着屠山太夫人对她的喜爱 逼着景跟她完婚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此时的屠山景早已失了当年青秋公子的风采 原本防风依应要嫁的男人 是大荒内人人仰慕的如意郎君 如今却成了身有暗籍之人 这是她接受不了的 这也是她继续跟屠山侯苟且的关键之所在 根本不是什么她对屠山侯的深爱 防风依应不过是既想要成为屠山族长夫人 又不想接受如今身体丑陋的屠山景罢了 倘若不是屠山太夫人即将离世 防风依应担心自己无人做主会被赶出屠山家 她是万万不会选择跟景结婚的 她只会等待时机除掉屠山景 这个挡了她路的障碍 防风依应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屠山太夫人刚离世 她就迫不及待害死了屠山侯的妻子蓝梅 也因此引起了屠山景的注意 最终暴露了她跟屠山侯的丑事 防风依应为此付出了献祭灵力的代价 事情到了这一步 她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 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跟屠山侯同归于尽 直到此刻 她还打着感激屠山景的幌子 实际上 她只是在发泄她对屠山侯的怨恨而已 她怨恨屠山侯这么没用 让她所有的算计到最后成了一场空 看似是痴心错付 实则是自食恶果 这就是防风依应的结局 这世间 不是所有的欲望和罪恶打上爱的幌子 就可以被原谅 即便无人追究 也终会咎由自取